陈吉仲才信誓旦旦的說 進口彈不會流進傳統市場 但藍營縣市串連雞查 卻發現跟部長說的不一樣 桃園一間工廠進口加工彈 冒充台灣製 還有沒標示產地的散彈 恐怕也混入進口彈流入市面 而新北衛生局也在物流倉庫 發現一共220萬顆 過期或待報廢的進口彈 就怕中央跟農業部慢半拍 這些過期彈又要被百姓吞下肚 農業部在做什麼 食藥署在做什麼 你們說要去雞查 可是速度比各地方縣市政府都慢 我覺得擺明只是開記者會騙騙民眾 所以現在好像隨處查 都可以查得到過期的彈 依照場景來講你都可以判斷 有很多過期的已經被老百姓吃掉了 農業部要銷毀5400多萬顆 耗損過期的進口彈 專家透露 待銷毀的彈超過8成是巴西雞彈 按照比例計算 不含關稅貨款就高達3.48億 而堆肥處理費大約0.13億 再加上倉儲費用 光處理這些過期彈 金額就將近4億元 倒霉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但賺是賺超時 負責人秦宇喬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站出來接受訪問 銷毀5000多萬顆彈 陳吉仲說是因為放暑假 加上天氣熱 雞彈需求量降低 網友炸鍋 問你們這些做冷氣房的高官 台灣是第一次放暑假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農業官員 沒有人想到呢 所以陳吉仲這是一個托詞 司機公坦恐被丟進垃圾桶裡 陳吉仲竟然還說 進口蛋創造60億的經濟效益 可是他沒有告訴我們 這個數字怎麼計算出來的 說謊話不弄百姓 蔡政府砸大錢買蛋 卻換來實安風暴 到底誰得利 恐怕只有執政者最清楚 記者楊綺浩 王志仁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